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小的插曲 好 我们先看看新闻的标题 新闻的标题是这样讲 共军导弹飞越台北上空 没发警报 国防部深夜回应了 针对外界关注 中共以我东部海域为目标 发射之弹道飞弹 是否飞越台北上空 国防部4日表示 弹道飞弹发射后 只主要飞行路径 位于大气层外 对飞越之广阔的地面地区 并无危害 故各国之飞弹防护系统 均以落弹点之解算为关键 国防部进一步表示 国军运用坚针系统 可精准掌握 中共发射之东风系列飞弹弹道 并预测其落点为东部海域 对本岛地面不构成危害 乃具已完成战备应处 符合接战规则 因此未发放防空警报 考量中共飞弹射击 以威慑我方为主要目标 为保护国军情 坚持作业能量 有关其飞行路径等资讯 将不予公布 好 这个就是共军在演习的时候 有飞弹打到了台湾的东部 那东部的话 这个飞弹的它不可能这么绕过去 一定从上边过去 上面过去的话 就是飞越了台北的上空了 这个时候台湾这边 没有任何的防空警报 它的国防部的解释就是说 这颗导弹飞的比较高 在上边从我们这过去的 所以呢 对地面不构成威胁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理论呢 它说他们知道 共军这个导弹就是威慑一下 吓唬一下 所以呢 没事大概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我也看了一些资料 我觉得有点意思 他说的这个 共军只是以威慑为目的的发射导弹 这个确实也是 他只是吓唬吓唬你 他不想真正的打到你台北总统府 也不想打到你台湾的土地上 他只是让他飞过去完事 这一点呢 从美国这边呢 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也就是说 共军这次军演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你前脚走 我后脚进行一个军事演习 这个军事演习在台湾周围画了一些区 不是六个区也好 七个区也好 这些区呢 我要发射飞弹 这个动作就美方这边解释呢 这就是说给你一个发泄的机会 给你一个发泄的权利 为什么我说要发泄呢 因为这个还是跟佩洛西访问台湾有直接的关系 佩洛西在四月份的时候 在之前一次想访问台湾 结果中国外交部警告 如果你要怎么怎么样的话 你将怎么怎么样 后果严重 不堪设想 我们将如何如何的 然后呢 佩洛西就说 哎呦 我扬了 不去了 这个时候网上啊 民间呢 有很多帖子 有很多传言在说 呦 美国人被吓着了 你看 共军一威胁 你敢敢来台湾 敢敢踩我的红线 我就将怎么怎么将 我要报复你 夸一下 缩回去了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理论呢 所有人都接受 就说佩洛西那一次洋呢 可能是假的 就是不敢来了 不敢来了以后 就假装我说病了 临走之前说病了 那这一次呢 佩洛西呢 他没有公开的说我要来 他私下放消息 但是共军也是反应非常强烈 也是你如果胆敢来 你后果不堪设想 你将承担全部责任 你将死定了 死路一条 等等等 话说的甚至有一些报纸都说 我们的军机将半飞 半飞就是我跟着你一起飞 当然还有一些言论说 直接把这架飞机给打下来 当然这个帖子呢 后来被推特让他们给下架 就是这样的言语呢 稍微过激了 但是这些言语呢 都是共军那边的有头有面的人物说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国内呢 在中国大陆呢 就是一片的亢奋声 就是你佩洛西 你胆敢踩我们这个红线 我们将对你好不客气 我们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我们的军事已经完全不是过去了 然后呢 佩洛西呢 就不公布他的行程 这个时候国内就非常的亢奋 就认为佩洛西这次也不敢来 甚至台湾的有一些名嘴都说了 他认为佩洛西不敢来 说一旦来的话 那共军现在的武力 已经和当年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大概这么个情绪 结果呢 现实的发展呢 和他们想的刚好相反 佩洛西直接飞机降落台湾了 晚上 降落台湾以后呢 他就公开的发表消息了 告诉大家我已经降落台湾了 在这个时候 共军那边非常的安静 既没有扮飞 也没有把他打下来 甚至从新闻那边完全不说话 我们主要是看新闻 新闻一句话都没说 什么没有好下场了 后果严重了 一个字都没有 那第二天佩洛西又访问了总统府 访问了立法院 还到什么园区去转一转 行程满满 也都是完全公开的 就在总统府接见蔡贾博士 吃午餐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不到中国那边有任何的舆论去谴责的 完全没有 只是呢 公布了一个 我准备要军事演习的一个方案 而这个军事演习的方案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在佩洛西走了之后开始 那也就是说 中国在佩洛西真正的来到台湾了 真正我踏了你的红线了 突然有一篇文章我看到了就是 我们冷静处理 有这么个词我们看到了 冷静处理就是说我们不跟你冲动 我们没事 那你就踩红线吧 踩完红线以后呢 我发作一下 当然这个冷静处理呢 让国内的一些亢奋者呀 崩溃 叫他们叫崩溃 简直是烦 烦得不得了 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口号当时喊得那么强 那么硬 最后人家就来了 我没了 没有 没事了 所以从美国这边的报道就是说 他已经给足了佩洛西脸面了 也就是说佩洛西这次英雄的角色 踏到了台湾的土地上 踏破了一条红线 以英雄的身份回到美国 这个时候美国有很多文章啊 简直是把他跨的呀 真棒 真了不起 为我们美国呢 争了一口气 而且呢 为前边这个布林肯啊 被杨洁篪臭讯呢 出了一口恶气 这是在这边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新闻 所以从美方就是说 他们知道 中国要在佩洛西走了之后 举行一次演习 而这个演习的内容呢 其实台湾也全都知道了 完完全全知道 他们也知道 这个就是演习 蔡甲不是已经说话了吗 演习不用管他 就是演习 就是导弹从脑袋上飞过去 没事 我知道 他不打我 他就打到那个台湾 东边那海里边去 什么都知道 他们整个这个方案呢 不光台湾 北京 美国 这三方都知道 这次演习 仅仅就是演习而已 所以 台湾的国防部就是说 导弹确实从我们顶上飞过去了 但是呢 他就是吓唬我们 威慑一下 我们不用担心 联想在当年李登辉选总统的时候呢 共军就有两颗导弹 咚打到这个台湾的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对吧 两边有两颗导弹打过去 这个时候呢 台湾内部呢 十了其反 李登辉高票当选 但是从后面的文件资料 我们看到呢 李登辉和北京呢 有一条通话的一条专线 也就是这个专线通话以后 已经告诉李登辉 我要打这两个东西 我打两个东西 仅仅是就打在边上 我不会打到你土地上的 你照样选举 等于是帮助李登辉高票当选了 好 那今天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参照李登辉当时这个情况 今天的民进党和美国和大陆之间 他们也有一条专线 也通好话了 就是你让我发作一下 我就打几个导弹 就打在你周围 我绝对不会破到你的领土上的 所以民进党呢 什么都知道 和北京和共军呢 有一个默切 这个默切呢 是在美方斡旋之下呢 达成了一个默切 美方也知道 所以你演习 美方那支航空母舰就 走了 我让开 让你演习 他说我知道 你就是演习 你不会真打台湾的 美军的航空母舰也走了 佩洛西也走了 蔡甲博士在台湾 照常公开活动 整个的国军对岛上这个导弹飞来飞去 飞来飞来飞去 都说没事 没事 不用着急 一切一切都在演戏 这个这场大戏的最后这一幕呢 就演到这儿来了 演到这儿来 所以对这个美国来说呢 就是要给人家一点机会发泄一下嘛 要不然前面憋了一口闷气 憋什么闷气了 佩洛西到达台湾 拜访蔡甲博士 离开台湾 怎么这口气憋得难受啊 憋得慌啊 怎么也得是撒一下吧 拿起个大刀 说你来我家我就砍了你 结果人家来到你家了 到你家门口 啪拉一跑屎 你也没砍 最有人走了 走了以后说行了 屎拉你家门口了 你拿你这大刀 照那树上砍几下吧 所以现在哐哐哐 照树上臭砍 卡瓦里口怎么样 把这股气给泄了 所以这个军事演习呢 让西方来形容呢 就是这样 就是要给他一个发泄的机会 因为前面 因为前面呢 佩洛西确实是 占了优势了 占了舆论上的优势了 以胜利者的姿态 以英雄的姿态 英雄的形象 返回了美国 完成了台湾治理 在这个军事演习呢 到现在 他知道 他没事 他就是放两颗导弹 台湾也知道 关键 台湾很清楚 所以从蔡甲博士 到国防部 对脑袋上 增增增 飞那么多导弹 不用管 他就是打那 他们已经弄好了 但是 这个事情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 当年李登辉 选举的时候 两颗导弹当当一下 李登辉高票当选 而这次共军的导弹一放以后呢 其结果就是 帮助民进党助选了 这一帮助以后 民进党这次 马上的九合一大选 将高票当选 因为国民党 就现在没有声音了 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所以每一次 共军发射导弹呢 都是在为民进党助选 而且这个助选的力度之大 也就是说 你导弹飞得越多 蔡甲博士现在越高兴 蔡甲博士现在特高兴 佩洛西来了 又给脸了 对不对 有帮助吧 共军导弹 啪啪一飞 那更厉害了 他这时候 他简直现在 蔡甲博士已经 年底胜券在握了 太好了 两个助选员 谁助选了 佩洛西到了台北 啪 帮蔡甲博士一把 你选举胜 共军导弹 嗖嗖一飞 奠定了基础 这把大胜 不是小胜 大赢国民党 这两个助选员 在这个关键时刻 帮助蔡甲博士 达到了年底 九合一选举的大胜 这个让我们看来以后呢 觉得非常的遗憾 遗憾就是一帮骗子 得到了这么大力的帮助 助选 而台湾人民的一股情绪 被吊起来了 什么情绪 投蔡甲博士 不是这样吗 对吗 国民党到现在 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其他就更没有声音了 对吧 所以这个 佩洛西台湾之行呢 就引出了这么多的故事 视频上有很多的分析 我们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到底这个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台湾 显然这个事件帮助了民进党 帮助了蔡甲博士 在年底大胜国民党 这个就是这事件最终所引发的后期效益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